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名单 陈世梦 田秋景 林胜峰 还有张伍修 以及杨芳婉 华丽丝贝林 这都是在蔡政府时代所提名的监察委员 那剩下来刚才红线所框出来的这四位呢 是在马英九时代 其实这个对于管中敏的弹劾案 就是决定要弹劾呢 可能还少一些的力量 后来看到了这个所谓方万富这一票 方万富这一票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票 对 因为刚刚讲到了 有六位其实是在这个蔡政府的时代 所提名的监察委员 方万富应该是在马政府时代 所提名的监察委员 那回过头来刚才的谈和的这个暗游当中 其实是讲到了在一周刊 一周刊当中呢 它总共的金额是65万 是以不记名 就是以匿名的方式去写稿 我们大家看过了 那个在一周刊当中的稿子 它总共是有三个不同的的专栏 然后它每一个月呢 是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喔 但是65万 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也就是说一年给13个月 那这不是兼职 什么叫兼职 竞技锁定新台湾加油